拱手代替握手总统蔡英文 上午在总统府接见 截除资讯人才 看得出来心情不错 蛮冷的哦 哦 有摄影机在 台湾天气冷 不过美国送暖 台湾时间周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 解除对台湾官方交流的限制 美国不再安抚北京的共产党政权 2015年蔡英文曾经以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的身份 进入美国国务院 当选总统后访台的规格 也不断提高 如今开放台美官方交流 包括以往禁止台湾政府总统 和官员访问白宫 禁止台湾驻美代表 进入美国国务院大楼 禁止台湾在双向远 悬挂中华民国国企等等 通通解禁了 外交部长吴钊燮透露 这样的成果不是突如其来 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推动了 一阵子了 那我们台湾能够跟美国之间 互信不断的提升 就是因为我们台湾 是采取了非常务实 和负责的对外的政策 不过川普政府预计 1月20号就要交接给拜登团队 交接前宣布大解禁 中国官方喉舌 环球时报就率先开炮 社评文章写着 严重后果难以预料 更说如果蓬佩欧胆敢在卸任前访台 共机将在第一时间飞临台湾上空 宣示主权 这个川普下台前的这个临去秋波 我们政府的部门还是要从这个外交的 长远的永续考量来看 目前要先访台的 其实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福特 预计1月13号下午抵达台湾 而对于蓬佩欧宣布台美交流解禁 台美关系大跃进 中国外交部罕见没有立刻反击批评 后续会不会有什么反制动作 台湾势必也得崩尽神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